那么咱们来看 刚才咱们一个θ乘上一个x是什么 是咱们的一个预测值 这里我写下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预测值 那么这个y是什么 这个y是咱们的一个真实值 就是咱们的一个标签值 那么这个预测值和真实值之间 是不是有一个差异 可能不是说可能 是必然存在这样一个差异 咱们把预测值和真实值之间的一些偏差 咱们用一个量叫做一个性能 我们用这个一个性能 先暂时表示着这个误差是多少 比如说咱们现在构造一个模型 它的一个误差 就是用这个一个性能来表示的 有了这个误差之后 我们要做这样一个 我们要做这样一个假设 就是说现在这个误差 咱们要来想一想 比如说我一个机器学一模型 预测完之后 可能说对于当前的这个人 我预测完他是一个19,000 然后对于第二个来说 我给他预测成了一个12,000 对于第三个来说 可能预测成了一个38,000 第四个呢 可能预测成了一个46,000 那么也就是说 咱们预测值不可能是都偏高 或者是都偏低吧 咱们不能来说 你预测值我永远比这个 永远比咱们一个真实值高 或者说永远比一个真实值低 那么这样子的 银行要么说他是稳赚 要么来说是稳赔 如果说稳赚 大家就有意见了 如果说稳赔 银行就有意见了 所以说咱们现在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大家卡吗 大家如果卡的话 咱们就是 我觉得应该并不会很卡吧 如果说大家卡的话 应该是一片的卡 就是说咱们当前的这个模型 它不可能说都给你预测成很高 也不可能都预测成很低 那么这个就是说 咱们模型 它的泛化能力是正常的 咱们一定要注意这点 它是正常的 一定是符合咱们一个实际的逻辑吧 咱们来想一想 今天咱们拿机器学习去构建这个模型 构建这个模型的时候 是不是说我做了一些人为的判断 我想拿这个模型就去预测一件真实的事件吧 预测一些有意义的东西 那么对于这个有意义的东西来说 它的误差可能永远是偏高 或者说可能永远是偏低嘛 不见得会是这样吧 所以说在这里我做了这样一个假设 大家可以看 就是说机器学习这个算法是怎么样来的 机器学习的算法是有很多个假设推导出来的 虽然说在推导的过程当中 我做了这样的假设 但是呢最终的效果还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咱们的假设是符合一个真实的情况的 我们在这里啊 认为当前的一个性能哀 也就是咱们的误差 它是一个独立同分部的 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独立同分部 独立同分部的意思啊 就是说比如说咱们今天啊 有一个人来银行去贷这个钱吗 张三来贷这个钱啊 银行借给他8万 然后李四又带来这个钱啊 李四借给他10万 那么我借张三这些钱 借李四这些钱 张三和李四之间有关系吗 张三和李四两个人就不认识啊 所以说咱们一个独立 就是说每一个样本它都是一个单独的 张三和李四来借这个钱 他俩肯定不认识的 所以说它是独立的每一个样本 那么同分部是什么意思啊 同分部的意思就是说咱们要指定一个误差的一个范围吧 我们认为这个误差啊不可能来说啊 它是很多是偏高的 比如说我都多借你100万 都少借你20万 这些不可能吧 比如说咱们认为这样有这样一个高斯分部 就是一个正态分部 在这个正态分部当中啊 它是不是说离均值比较近的值是比较多的 然后离偏离均值比较少的这些点 它出现的可能性较低一些啊 就像我现在画出来这样的图 这就是一个正态分部嘛 我们认为这个误差通常情况下来说 绝大多数人我给他预测的不至于那么离谱 是一个在可控范围之间的吧 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啊 可能都是这样一个区间 我们给他预测的一个误差都不会特别高吧 可能有一些异常的 我给他预测的偏高或者是偏低一些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我做了这样一个假设 咱们的这个误差呀 是独立 而且呢是具有一个高斯分部的 这个高斯分部啊 就是说咱们需要指定两个项嘛 一个是叫做咱们的均值 另一个叫做一个方差 均值 这个方差咱们现在不说 咱们当前这个模型的方差是多少 咱们呢就给它指定成一个Sigma方啊 咱们不去管它具体是多少 但是呢 这一块我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 咱们的均值视为0 均值视为0是什么意思啊 均值为0咱们可以看一下 假设说我现在构造了一个回归方程 它就是长这条线 对于这条线来说啊 咱们它有很多样本点嘛 这些样本点啊 肯定都是在这条线的附近吧 咱们要选出来最好的一条线 能够更能够更好的 你和这些叉叉的这些点 所以说我找出来这样一条L 这样一条线 那么咱们来看 对于当前这条线 是不是说有的样本是在它的上面 有的样本它是在这个下面 都到这个直线有一个距离吧 咱们也可以把这个距离当成是这样一个误差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啊 不是做假设 就是这样认为 它的一个方差 或者说它的一个均值是为0的 均值是为0 一定是这样吗 一定L这条线能够使得咱们均值为0吗 不见得吧 但是咱们可以做这样一个操作 我可以把这样一条线 进行一个上下的移动啊 我可以把L往上移变成L1 往下移变成L2 咱们调节一下这个偏置项 调节一下咱们WX加B当中的这个B 这样咱们就可以使得当前这条线 进行一个平移吧 那么总会平移到一个位置 平移到那个位置呢 咱们肯定是有一个平衡点 让它的均值是为0的吧 那么这个就是咱们做了这样一个假设 咱们的这个误差呢 它是独立同分布 而且是服从高斯分布啊 均值是为0 方差是为Sigma方的一个高斯分布 高斯分布啊 和正态分布说的是同一码事 大家不要觉着 我现在说的这个东西 只是给大家去推这个东西吗 如果说大家去面试大公司 你面试大公司啊 这些东西绝对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的 然后啊 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公式了 咱们来看一下 刚才咱们是有这样的东西啊 真实值等于你的预测值 加上一个误差值 咱们刚才是不是说这个误差 它是服从一个分布的 所以说我给它写成了一个P 它的一个分布是什么 它是一个高斯分布吧 高斯分布就是长这个样子 根号下2πSigma分之1 然后呢 这个EXP啊 它就是跟咱们说的E是同一个事 E的一个指路词密码 我们看负的2倍的Sigma方分之一个 咱们这个一个系统 再减去一个μ的平方吧 正常它这块有一个减μ吧 但是呢 咱们刚才是不是假设了 这个μ它是等于0的 所以说当前我又可以来把它的分布写出来 也就是说 这个一个系统啊 这个误差 它是有这样一个分布的 这个分布呢 它就是这样一个高斯分布 右边啊 我框起来这个东西 它就是一个高斯分布的一个表达式 那么对于这个高斯分布啊 咱们就要来看一下 我要对它啊 进行一个转换了 转换什么 你是不是说你这个一个系统 咱们的这个θ乘x加上一个系统等于y啊 那么这个一个系统等于什么 一个系统 它是不是就等于把它移过来 一个y减去一个θ再乘上一个x啊 也就是说呢 咱们现在要做一个转换 把上部这个东西啊 所有的这个一个系统 都用这样一个y减去θ乘x来表示啊 我们看是通过这个等式 咱们可以把这个移到左边来进行表示的吧 咱们现在就转换成了这个样子 转换成这个样子之后呢 它相当于什么了 它相当于的就是说 我们看左边这个式子 给大家通俗的来解释一下 通俗的解释一下 就是说我现在这块来看 有一个θ吗 θ是咱们要找出来的参数 我们要说一下什么样的这个θ 跟这个x组合完之后 它能够越接近于y的这个概率值 它是越大的 再大家说一遍 这个解释起来就是说 咱们要找出来什么样的θ参数 能够使得这个θ跟x组合完之后 它越接近于y的这个概率值 它是越大的 咱们就要做这样一个事 那么要做这样一个事该怎么办呢 通常情况下咱们有一个函数 叫做四然函数 这个四然函数 可能大家今天是头一次听 咱们不去说它数学上是什么含义 咱们通俗来给大家讲一下 什么叫做这个lθ 也就是这个四然函数 这个lθ 我们看写成了这样一个式子 写成了这样一个式子 我们来看右边 右边就是像我刚才给大家说的 什么样的θ跟x组合完之后 它能够越接近于它的一个真实值 那么左边又有什么 左边又有一个累成 它是什么意思 它就是说i从1到m 对于这个后面这个p 我要把这个p1乘上p2 再乘上一个p3 咱们需要把这些值都给它累成在一起 为什么要累成在一起 咱们刚才说了 要找这样的θ吗 跟x进行组合 而不是说咱们现在的θ 是跟某一个x 我们看这个θ 它是不是跟所有的样本 都要进行一个组合 不能说你今天一个数据来了 我给你一个数据来 我给你预测出来一个结果 另一个数据来 我就预测不出来这样的结果 这样可以吗 显然是不可以的 所以说在这里 我们需要对咱们所有的样本 我们看这里进行了一个累成核 i从1开始到m 对于咱们所有的样本来说 都要使得当前的这组参数 跟θ组合完之后 一个最终的效果是最好的 或者说它的概率值是最大的 咱们要让这个组合和这个真实值 它俩相等的这个概率值是最大的 注意一点 对于所有的样本来说 而不是说对于某一个样本 然后呢 下面咱们是不是就可以进行这样转换了 我们看 对于上面这个式子 我要求它对所有的样本 它的一个表达效果 是不是说这块呢 我进行一个求和的操作啊 咱们求和的操作完了之后 咱们就可以得到当前的一个四燃函数 也就是说 什么样的θ对应于这个组合完之后 成为y的概率值最大 那么咱们来想一想 现在有了这样θ 有了一个四燃函数Lθ 有了这个四燃函数之后啊 我希望这个四燃函数 它的值是越大越好 还是越小越好啊 显然是越大越好吧 为什么要越大越好啊 因为它算的是这样一个概率值吧 我们希望所有的样本跟y 它都是尽可能相等的 所以说在这里呢 咱们要求的是一个概率 率值最大吧 咱们就要求一下 什么样的θ 能够使得我当前的这个Lθ 它的值越大 它的值越大 意味着模型越好 那么现在咱们的需求已经出来了 什么样的θ 能够使得四燃函数 这个Lθ 它的整体值是越大的 也就到了下面这个式子 然后啊 我先提问一下大家 大家觉得咱们现在 讲这个东西难度怎么样 大家现在觉得这个难度大吗 我觉得啊 就是说对于一个机器学习来说呀 其实咱们在课程上不讲这个数学也可以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数学啊还是比较核心的一个点啊 数学来说就是说对于一个算法呢 咱们不光要知道这个东西怎么样去用 还需要知道呢这个东西啊是怎么样来的 机器学习啊一些核心的东西也是咱们数学方面的 还是给大家再强调一点面试的时候绝对少不了会问你这些东西的 今天 concerts 吗 我是